马爷 您说这个 这许家印被抓了 您知道吗 恒大的那个 您对这怎么看呀 这很多事情咱都谈不明白了 很多事情咱们这没法说的 怎么说呀 没法评论 对 没法评论 你根本老百姓 你这根本就不是你评论的事情 只是知道就完了 他们家就住这边哈 东部压桥呢 他不这儿有一家吗 是吧 那不是说的跟那个 跟那马云对着 马云那宅子对着 好像是 以前叫阴宅 这么多年盖造了 零几年盖造 到现在没有一家住的 没有一家住的 哪个都是深缠亿万 都是上亿的 对 这里的 你敢说吗 官二代 红二代 有钱的 富二代 富一代 你怎么缠的问题 这都不是老百姓所谈的问题 再一个吧 您说现在 咱有说 您不忌讳什么生了死了 对吧 不会忌讳 自然规律那就 我觉得现在吧 就是墓地原来也涨钱了 原来几千块钱 现在都好像上涨了 最贵的就是墓地 说有的都20万 比房价涨的高 还比房价呢 房价这个 涨的还快 那您对这 您怎么看呀 这个 人老了生病 医务医疗费 比病 病情发展的快 死人呢 人到老了死了 这墓地比这个 活着还费钱 这是现实情况 不能回避 但是它就要涨那么多 你买得起 买不起 那是你的事儿啊 很多问题 这社会太复杂 人的收入太不平均了 为什么这么大怨气 我也干一辈子一天的活 你拿着一天 挣什么二百 还得好 挣什么两万 挣几十万 还凭什么 这关键人的心里不平衡 对 就是平衡 平衡不了的原因 这就是一人一命的问题 听天由命 生死不由人呐 那您说这墓地 涨钱 咱也左右不了 是吧 墓地 涨钱 你左右不了 世上很多是你左右不了 不是说你能左右社会的 你只能说我有钱 我随意一点 你还得现在这几十万算什么 人家这一说就几亿 这社会 社会情况太不一样了 那他就是愣要涨 你也没辙 作为咱们普通百姓 咱都是你左右不了 那眼瞅着他涨 那涨都涨呗 那可不是 那这个墓地是由你算啊 是由政府算的 是由大队算的 是由民政局算的 你都闹不清楚根本就 那现在就是说 那墓地涨钱了 那咱就好好活着吧 最粗 最大的道理就是该自找活的 算不活舒服了 就算明白了 什么目的涨钱呢 人家正什么几十个亿啊 上几十个亿啊 人上美国了 上月球跟你都没关系 有什么关系 你得自个活好了 就算活明白了 自己的小日子过滋润了 是吧 对 匆匆走 人就几十年的活头 你考虑那么多有什么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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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钱不值的东西也好 分钱负地了 真正说 好几十个亿的人 你也左右不了 你只能看着生气 生他去干嘛呀 对呀 钱也不是你的 你生完去的病是你自个儿的 就是啊 你得闹听这个 你得分清主刺 以什么为主 是不是 我明白了 我估计涨钱了 你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买哪点 你知道 对呀 一层烟没了就 所以还是好好活着 钱杂质太多 你思想就沉重 是吧 心主要也重 而且那您这么考虑 那心不累吗 是吧 别让他累了 对呀 咱们不能了 咱得让他减负 是吧 就是之前就左右不了 那就随他去吧 对呀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您